字幕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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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那我們接下來就往後面講了 請問一下你是否曾經看過這一份文件 有的話請你加以一下 叫做六角學院邁向前登工程師之路 好,那你會發生到一個很有趣的一件事情 就是說它其實是一個共筆文件而已 可是你看它關鍵字 你今天打前登工程師的話 它在第一頁上耶,蠻有趣的吧 所以其實 這一篇也是我的 這一篇也是我的 然後 再來,這一篇 這一篇 是六角學院的學長 對,這一篇是六角學院的學長 所以你看到第一頁上面 就很多就是我們的 都是我們的關鍵字這樣子 好,那這是題外話 那到底 像是說,其實 如果你今天要找到工作的話 其實你一出起先看 對角學院的課程就夠了 以前我不敢講這句話 就是我不敢講說 看我們課程 看我們課程 OK,那即使現在我可以敢說 你其實目前 你就先以 對角學院會的東西 去掌握就可以了 基本上的話 你一定要把JavaScript 熟悉掌握好才可以 所以在設計上面的話 我們在設計的時候是 你至少要到第七關 OK,到第七關的這個關卡 你才可以找到 品質比較好的工作 OK 然後再來就是 很多人都會講作品的事情 你一定要有兩個作品 你的作品不要多 不要很多 不要八到十個就太扯了 不要那麼多 除非你每個都可以標示出來 每個不一樣的特質 舉個例子來講 你今天有個RWD作品 你就放一個就好了 你不要RWD給五個作品出來 你其實如果一樣的作品 放五個作品出來 會給主管一個感覺 你是用一年經驗 重複五年嗎 OK 所以如果你要標示一個 RWD的作品的話 一個就夠了 所以 在你一開始要應徵 全身公司的話 首先第一個 你一定要有一個RWD的作品 再來第二個 你要有一個JavaScript的作品 好 這個JavaScript作品 最好是有結合API 做運用 會比較好一點 會比較好一點 就是你今天結了很多API 然後用Edges 來去搭配 做一些應用 至少做到這樣子 就是你今天用JavaScript 寫了一些 比較有趣的東西 所以在面試上來講 作品不多 不要多 要進 要進 如果你現在出現三到四個作品 可以 那你就必須寫說 我這個作品 譬如說這個是XX點商務 我這個東西主要是練習view viewX 這樣就可以 可是如果你今天只有RWD一個 那你就寫一個就好了 每一個都要有它不同的特質 譬如說 XX地獄圖網 這是結合Google Map跟D3JS 這樣子也是可以的 好不好 不要一個東西寫很多個 這樣是不好的 所以作品 人家都說作品是很多 沒有 你對RWD的話 也不能一頁 你需要四到五頁以上 我才可以 放心的 把一個公司 一個專案上 交給你 因為我知道你有這樣的能力 你就一頁 其實看不出來 你的能力在哪裡 但是你今天做的比較多應用 我才可以從你JavaScript 跟Response 看出你的程度 到哪個地方上 那這個文件上面的話 你也有提供一些 一些EAS履歷 以及 最重要的是 模擬面設影片 這個模擬面試影片 我們常常就會收到 六角學院的粉絲團 就有人說 感謝我們 雖然他沒有加入六角學院 但是他看了我們影片 又知道該怎麼去做前段面試 所以 這東西留意出來 我們覺得還蠻有價值的 就是大家都可以透過裡面支援 知道該怎麼面試 那以及該如果去跟主管去應對 OK 大概是這樣子 那不論如何 如果你還在做的時候 你可以把這個 簡訊公司養成手冊 當作一個小說來看 我們又把它整理起來 所以你也可以稍微 無聊的時候看一下這些文章 我覺得都要 因為其實BooTrip 也可以當作是一個 在有些後台 後台管理的時候 其實BooTrip 在做後台非常的快 而且非常的實物 所以BooTrip是也要 如果Response你有手課經驗代表 你是很懂browser 你懂瀏覽器 網頁渲染的一些結構 所以我會覺得 都要 你要的就一個手課 全部手課 或是都用BooTrip 但是 如果你被主管問到一件事 你該不會只會用BooTrip吧 你不會自己寫吧 那這時候你還是要回說 沒有我今天BooTrip以外 我還是會整個我自己寫的 這樣就夠了 他不會去care你 用Response或是BooTrip 而是 你有辦法做出 設計師給的設計稿 設計師的設計稿 你做不做得出來 這才是最重要的 好 所以 如果你今天要就業的話 我就坦白跟你講 就到第七關 六角學生出來 學生從零到不會 從完全沒有經驗 無資工資管背景 到 完全的就是就業的話 都是follow這個文件的 ok 都follow這個文件的 對 所以你不用擔心 你不用 看到 有人在講RXJS 有人在講Boo 有人在講什麼的 呵呵 沒有 你就 這是基本的門檻 就基本的門檻了 你學位就可以找就業這樣子 那這文件 貼給你 好 然後再來 我們再來提到另外一件事情 信心問題 我們就來切入到重點吧 我們就來看第一個 雖然已經努力了 告訴自己要有自信 且他真的太廣伏 還面具到 然後 擔心密室官 發現自己實力不夠好 然後 感覺自己謙虛 推出沒有自信 ok 通常來講 我認為啦 你今天自信來自於哪裡 就是你今天有沒有作品 你今天做的東西 有沒有彰顯出你的能力 通常會問這個問題的話 都是沒有作品 你沒有作品 你要怎麼樣去說服面試官 你擁有這樣的能力 你今天跟我說你會 adress json 那你會接API 可是你沒有那個作品 然後顯示出來 所以為什麼我們會辦 the front end 我為什麼會辦 the front end的這東西 原因就是因為 透過設計師 就是花很多時間 設計許多設計稿 讓大家去做前段介面 那這也是一種 累積作品的方式 像那個第三關的後台 它就是一個 很好去累積作品的一個 一個範本 你可以用它來去揭露這件事 去做一個真正的 可以去work的後台 然後再來就是說 好 我們接下來就來講解了 就是說 很多人都會提到一件事情 很多就是這種 就是提到 來這個 自信問題 為什麼沒有自信 原因就是因為 你今天練習的話 可能練習不夠 你今天練習上 不夠雜實 因為你在時間管理上 就出了問題 所以我們就先來講解 時間觀念 我每次在跟學生 輔導的時候 一定會先講解一下 一定會 我們要先問問自己 你們有多少時間 我來問一下各位同學 你現在每天可以拉出 兩個小時 我們用一週好了 你一週可以拉出 10個小時 來去練習的學生 請加1 20個小時 請加2 那20個小時以上 請加3 好 少部分加2 所以其實你們相當了解 你們相當的了解自己 你們可以花多少時間 我們到底該如何去規劃 我們的時間 這樣以老師來講 老師本身的話 有很多要務要忙 可是你會發現到一件事情 老師還是有辦法在24小時內 回覆問題 我來問一下各位同學 你參加了 我相信你們除了六角學院 還有其他的單位 有誰可以像六角學院一樣 在20小時內回覆所有人的問題 或者是每週還可以開線上問大會 那修改作業 然後回覆LINE問題 你大概都是 那老師大概都是兩三天 或是一個禮拜 才回覆你一次問題 才回覆你一次問題 請你加2 就是你基本上要等兩三天 才可以回答 就是老師 其他的旗平台 才會回答問題 請你加2 即使喔 我們在開發的時候 所以我們的時間關係做得很好 因為我們今天就是會管理我們時間 讓我們可以在時間內 可以回覆學生的問題 OK 那 我們今天在強調一件事情 我們今天在做的時候 首先第一個 你必須掌握自己的時間 你今天要扪心自問自己 你今天可以提供時間多少給對方 那我們在訂立時間的時候 我建議你要以一周為單位 仔細聽好 這邊很重要 一周為單位 那為什麼要以一周為單位呢 因為有時候 大家很多時間都有些變數 有時候你今天設定一個 設計一個 我們會稱之中叫里程碑 里程碑你就當作是 任務有沒有達成 就像我們玩遊戲一樣 你這任務可能會花一小時完成 一樣的道理 所以你今天 你今天話 為什麼會來到綠島學院 當然要學習嘛 對不對 那你在學習的時候 你在學習的時候 其實就可以發現到 我今天對這個課程上 掌握度好像不是那麼高 你可能會花比較多的時間 才可以了解到這個觀念 所以此時的話 我會建議你們在 你們其實在學習的時候 都是在掌握自己的學習狀況 很多人 很多學生 一來六角學院就問我們說 老師啊 我想要再六個月 轉職成功 有沒有可能 或者是我希望三個月可以轉職成功 可不可能 我可以跟你講 不知道 因為我並不是你 我不知道你今天的程度 到底怎麼樣 你說不定 對JavaScript 你本身就是 對程式的東西 敏感度很好 你可能學得很快 那有可能三個月嘛 那可是 也有可能會花了十二個月 一年 才轉職 那 你會 我們會說三個月轉職成功 就是成功嗎 會有這種事情嗎 不可能嗎 那一個月 一年才轉職成功 是不是就很廢 怎麼可以這樣講呢 因為說不定他今天 基礎紮得好 所以他學東西 某一天他就會開橋了 他會發現到 不管學什麼東西 好像都可以學得很快 某天就開橋了 他開始 他開始在投入技術上 就變得很快 所以這東西是需要靠 那什麼 後天培養的 任何技術都後天培養的 所以 其實在日本 或是在其他地方上面的話 或是我們今天再學一個技術 以寿司師福來講 在日本的寿司師福來講 你今天要花一兩年的時間在打雜 你要在第三年的時候 才有辦法 稍微做一些小料理 要做五年的時間 才有辦法上得了檯面 你竟然跟我講說 你要花半年時間 雖然我們現在確實已經 有做到半年協助一個學生就業 你要花一個月時間就就業 你憑什麼 你憑什麼 你今天程度有累積起來嗎 像這個東西如果 像Cube這個文件 如果沒有人帶你的話 你更不曉得自己要學到什麼程度 而且你會發生到一個事情 有很多的外力 這個外力會非常的複雜 而且當然你年紀越大會越多 那以你的外力來講 你可能會被資訊的爆炸性給影響 每天都會有炸 炸你什麼 炸你說你怎麼不學留學者 你不學留學者 以後找不到工作 你為什麼不學RX點這些事 你是想要被世界給淘汰嗎 你會一直被洗腦 但其實根本不是這樣子的 你今天就是在 在打底的階段 你今天打底才可以讓自己的程度越來越好 在六九小學院上面 得到第一份工作的人超過120位 花的時間是半年到一年 也有比較快 這平均值 那也有人花三個月的 那已經有 不好意思 已經有大概30位左右 工作經驗已經有一年以上了 平均年薪就有到達50到70萬 我們目前是兩年 OK 那我還不因此滿足 我希望到後面的時候 我希望可以讓大家 讓他年薪都可以到150萬 因為我們是做 我們標榜是線上帶你學到會 所以其實我還有很多路要走 尤其今天我們要講的東西 你今天的話 必須先自己經歷自己的里程碑 OK 那以一周位單位 像剛剛有些人提到 你會花10個小時 我覺得很好 所以你今天要估的時候 你今天就必須提供給你一個任務 是這個禮拜 我要完成是 某某章節 然後是1到3個章節 我要看完它並練習完 OK 我要想要看完它並練習完 那如果 所以通常來講 我們在開發的時候 我們一開始會做什麼事情 我們一開始的話 一定會在禮拜一的時候 訂定 新的目標 禮拜日 然後去驗證結果 這個目標 這個目標是小的目標 你不要把它訂的那麼大 OK 很多人都會把它訂的很大 就像這個一樣 很多人都不會訂小的目標 那小 沒有辦法訂小的目標的話 它可能就會因此 會導致挫折 因為它並沒有在3個月轉時成功 我們所有事情都是一樣的 我們必須把事情變小 把任務變小一點 把它變成碎片的任務 把它變成碎片的任務 你把它變成碎片任務 才有辦法累積起來 有足夠的能量 去就業 OK 大概是這樣的邏輯 那有些學生就會問我說 欸老薩 我今天花一到三章節 花了十個小時 我是不是沒有天分 你曾經寫成字 然後發現 覺得自己好像沒有什麼天分 因為你常常犯錯的人 就是經理加一 好 但是我可以跟各位同學講解一件事情 就是說 你並不是沒有天分 因為你正在培養自己 寫成字的時候 都是在培養自己邏輯的觀念 你要認清自己 這個問題 邏輯不好 你要從根本開始 扎穩基礎 你要認清自己 這個問題 所以有些時候 我為什麼會 下這個Tag 因為你要知道自己 的學習程度 就是這樣子 你要依照自己的學習程度 提供這個小的里程碑 讓你做一個十個小時 那我就要在十個小時內 在十小時內 做出什麼事情 做出我可以做到的事情 那偶爾的話 挑戰自己 也可以 就是你今天下一個比較大的挑戰 這是可以的 所以老師在規劃活動 在規劃課程 在錄製線上課程 在幫學生改作業 在幹嘛的 我都會有一個 我都會把它整理起來 就是我今天到禮拜之前 我要完成哪些事情 比如說 像我剛剛講的那些 那當我確認好 我只有在那個時候 只有這些時間 我就必須在這時間 把它達到 那有時候 有些學生跟我講說 老實在 我雖然定了這十小時 我雖然確認要寫一到三張 可是我沒有完成 我沒有完成 那該怎麼辦 我為了說 你沒有完成 其實 你在定時程的時候 在定這個小里程碑的時候 你也是在掌握自己的學習狀況 你會讓自己 在下次再估時程的時候 你會越來越掌握自己的狀況 然後估出更正確的時程 所以不要認為說 我今天定這個東西 沒有做到 好像就很丟臉 或幹嘛的 其實並沒有 因為它可以讓你更加認識自己 讓更加認識自己以後 下次再定那種小里程碑 以一周圍期限的時候 你才可以把它定好 OK 所以你們在看現在課程也是一樣 你們今天看一個章節 那這個章節你就看好 那這章節的話 這兩個章節我要花一個禮拜看完 那你看完也練習完 你也練習完了 那代表你這一週 你可以安穩的睡覺 或幹嘛的 因為你確實有在這一週玩完 不過一般來講 以這一週來講 我自己是給自己的狀況是這樣的 禮拜一定時程對不對 禮拜五 做完 那禮拜五全部做完 因為禮拜六 禮拜六 禮拜六 我才可以放過自己 去 去放空 很多人都不想要放掉 就是不肯放過自己 為什麼不肯放過自己 因為大家做事都沒有效率 在做事沒有效率的時候 你會覺得禮拜日你休息 你好像是不值得休息的 所以我們才會說 在建立自己的時間的時候 你要有效率的去完成每件事情 你一開始沒有效率是很OK的 因為你其實都是在掌握自己的狀況 OK 那再來的話 我們是該如何去規劃自己的時間 我們來看一下 那所以 在時間管理上 我會建議大家 就是在 你要去掌握自己的時間 在什麼樣的時間的時候 像比如說 如果你在捷運上面的話 你會用APP看U的名課程 請你加熱一下 即使齁 我們的程式 我們程式其實會放得很大 所以 你用手機看 也可以看得很清楚 這是我們可以安排 所以 有些學生會在捷運上面 戴耳機 或戴耳機 看課程 然後看 雖然 當下他看不懂 或是他沒辦法實作 可是他可以去給我概念 回到家以後 再去 回到家以後再去補充 然後讓自己更加進入狀況這樣子 所以其實U的名是可以用APP看的 也可以離線下載 那如果 你有一些 額外時間的話 你可以先看一些觀念的 你先看一下 看完觀念 那觀念你大概了解了 然後再回家去吃做 效果會更好 所以 所謂的時間 隨便話就像我一樣 其實我時間更 我時間真的很睡 但是 我知道我自己在什麼樣的時間 可以做的事情 譬如在捷運上面 像以老師來講 我禮拜一 晚上的時候 6點到9點 我都在高雲大學上課 幫學生上課 所以 晚上大概是 下午5點到6點的時候 我都在捷運跟公車上度過 那在這個時間上的話 我就有很多事情可以做 譬如說 我可以滑 我去看RSS一些 別人的文章 像剛剛有人提到說 我是如何去規劃我自己 看 我規劃我自己 就是學習的時間 我會去訂閱別人的文章 然後去 那在這個時間內 一週內 把一個禮拜的文章都看過一次 我是用這一個東西 不過你們也可以找自己習慣的東西 這個我好像有分享到 有分享到那一個社團上面 對 所以你們可以再 欸不是這一個 來找給大家一下 我有分享在學生社團上 所以你可以再看一下 你說給自己娛樂時間嗎 我晚上的時候都在打PS4 然後跟小孩玩嗎 對 我其實蠻多 也是有規劃自己的時間在玩遊戲 你可以看我的那個Facebook 很多時間都在 還是我還是要留一些時間在跟小孩玩 然後玩PS4這樣子 啊 家外也有了 好 然後 來 我們再把聚家講一下 然後掌握自己也其實就這樣 所以說 呃 我們再重估一遍就是 有時候你今天在學習的時候啊 來我看一下這個 呃 這個 所以自信問題 為什麼會沒有自信 原因就是因為 你今天在安排自己學習的時候 沒有給自己一個里程碑 那這個里程碑的話 最好是 你自己可以掌握的 有些時候你今天接聽了小里程碑的時候啊 你會發現到一個問題 你會發現到自己 開始可以掌握比較大的東西了 原本都只能掌握 五就是一個禮拜的東西 你開始可以掌握到 欸 我可以掌握一個月 我要完成某個大里程碑 OK 要可以完成一個大里程碑 那就代表說 欸 你開始慢慢了解自己的學習狀況了 對 你了解到自己的學習狀況以後的話 你才知道說 我今天如果花一個小時內 我可以做到哪些事情 那另外一點就是 你在做這個事情的時候 我要請你去做一些事 把所有的手機上的通知 或者什麼通知都關掉 你現在看我的畫面 有任何東西在跳通知嗎 就是突然 右邊右上角跳個東西出來 或者是怎樣之類的 完全沒有 OK 完全都沒有 原因是因為 我其實在辦公的時候 或者是怎樣的話 我通知是完全關掉的 因為對我來講 真正很重要的話 他就會打電話來了 或者是 就是要用Line打給我了 所以 我其實是 在一般辦公情況下 我任何通知都是關掉的 我不希望 用 因為那些通知 而影響 我在學習的效率 所以我們在辦公的時候 也好 不會是在辦公也好 不會是辦公也好 那或者是說 我今天在 我今天在 學習的東西也好 我會刻意 給我一個 不被打擾的環境 有時候你會發現說 怎麼可能 可是這東西是想 你自己營造出來的 如果家裡太吵 去咖啡廳 舉個例子來說 像你這位學生來講好了 這個 這個 呃 我就花了蠻多時間 輔導他 原因是因為 他一開始是跟我說 他不知道 該怎麼樣去 該怎樣 就有惰性 沒有持續練習 就像我講 你們學東西 都不是一天學8個小時 而是每天都學習 後來我跟他講說 不然你就去外面學習 所以他就開始跑咖啡廳 讓自己歸夜學習 對 所以你要找對自己的方式 讓自己可以持續的學習 這是很重要的 OK 這很重要一點 好 那 大概是這樣子 所以 然後我們再回過台來看 所以一開始 我會建議大家 同學 你們聽完我這個線上問答 你們要首先要評估一件事情 第一件事情就是 我們總結了 呃 整理出自己可以學習的時間 定出小里程碑 最後定出中大里程碑 等你開始掌握狀況 中大里程碑就一個月兩個月這樣子了 那一開始都進一個禮拜就好了 不用定太大 定大家其實學習會很挫折 欸 學習會很挫折 好 那這里程碑可能就是 你如果那 那關鍵不熟 你就一直把它弄到熟 那如果練習 通常來講 如果啊 你練習對不對 你練習 會發現 常忘 對不對 那就是你練習不夠 很多人都是HTNL上完課 然後就馬上看JQ裡了 呵呵 可是 我HTNL其實給很多作業 像那個雨萱你不是做很多嗎 你做多業事也做了 個人履歷也做了 然後 最終作業也做了 你做做業的時候才可以知道自己有沒有掌握那個技術 我今天如果要讓你叫你做一個多藍式排版 你是要看文件才做出來 還是直接就可以扣出來 就像騎腳踏車一樣 你今天騎腳踏車或騎機車 你敢上路嗎 你敢把它上路到公車上面嗎 你如果不敢上路 其實你根本沒有學會嘛 你根本不敢把你會的東西在路上跑嘛 所以 你 這東西就是工匠 你今天在學是一個工匠的藝術 你今天 學的這東西 你是學的很精的了 你是不用思考就可以做出來的 那就算 沒有那麼厲害 你還是可以 很快 就是基本上可以依照你邏輯做出來 你不需要每次做還要看文件 如果你持續要看文件 代表你的程度還需要有待加強 那你在做東西的時候 我會建議你都要用一個 寫自己的筆記 像部落格一樣 這東西是幫助你學習的 你在看影片的時候 可以把一些常見的語法寫起來 那這樣子 那你要用到的話 看自己的筆記就好了 那